语文好好玩2 来唱注音符号歌 A-I-A-R-O-O-N-N-O-N-R 各位小朋友好 我是晶晶老师 今天又到了我们注音符号的video 我要请小朋友把你的注音符号 注音放 吃本拿出来 这是我们的注音放 吃本 请小朋友呢 我们今天要打开来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哪一个注音符号呢 有没有看到 我们要讲的是 安 还记得我们上次讲到的 篮球 篮球 安安安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安有几话 我们一起来数数看 一 二 好 安有两话 好 安安篮球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下面 下面的功课是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好多馒头 馒头 你们吃过馒头吗 金金老师给你看一下 什么是馒头好吗 好 请问小朋友你有看到了吗 你喜欢吃馒头吗 好 它是白白的哦 好像是面包 可是它不一样 这个馒头 金金老师好喜欢吃哦 它也是有一点甜甜的 馒头 有时候会做成这个红色的 有点像brown的 但是它是用红糖做的 这个叫馒头 好 这个馒头呢 很好吃 好 所以呢 在这里比较少 好 但金金老师有看到哦 在Lodema有看到馒头 那馒头是要让小朋友认识 鞍 好 找找看 这里有很多馒头 哪一个馒头有鞍呢 好 金金老师要请你找一找 好 金金老师已经找到了 哦 这个馒头有鞍 好 金金老师要把它画上颜色 鞍 鞍 鞍 把它画上颜色 好 这个就是馒头 鞍 鞍 鞍 还有很多馒头有鞍哦 小朋友要请你帮忙把它找出来 好吗 好 这个是馒头 鞍 鞍 鞍 好 接下来请小朋友来听听词语 好 哪一个词语里面有鞍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好 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馒头 馒头 馒头有没有鞍呢 馒头有鞍哦 好 第二个是我们骑摩托车 好 我们骑摩托车会戴这个 安全帽 安全帽 安全帽有没有鞍呢 有 第一个就是安全帽就有鞍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哇 这一支是什么 恐龙 还记得吗 恐龙 恐龙有没有鞍呢 没有 恐龙没有鞍 好 它没有鞍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动物 它是谁呢 它是 斑马 斑马 斑马有没有鞍呢 斑马有鞍哦 所以来 今天的词语有哪些有鞍呢 我们再念一次 馒头 鞍鞍鞍 安全帽 鞍鞍鞍 斑马 鞍鞍鞍 好 这是有鞍的词语 接下来请小朋友跟我一起念念看 鞍鞍 淡花汤 鞍鞍 淡花汤 好 什么是淡花汤呢 它是用鸡蛋做的 鸡蛋做的淡花汤 晶晶老师可以让你看一下 晶晶老师好喜欢喝淡花汤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淡花汤 小朋友你有没有看过呢 妈咪跟巴苏斯会不会煮这个淡花汤 我很喜欢喝淡花汤 这个也是 很好喝哦 吃饭的时候可以加这个淡花汤来喝 好 好 这个叫淡花汤 淡花汤是用鸡蛋做的淡花汤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教的安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字是 恩 恩 还记得吗 我们说什么呢 恩 恩 蚊子 恩 还记得蚊子吗 恩 好样哦 好 蚊子 恩 恩 蚊子 有几话呢 恩 我们来说说看 好 来 从这里开始 恩 恩只有一话哦 很简单对不对 恩 恩 蚊子 好 好了 我们来看下面 下面的恩要请你做什么呢 哇 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很多天空中的白云 有没有看到这个是白云 好 在天空中的白云 好 一样的 他要请你找哪一个白云里面有恩 好 金金老师找到了哦 好 有一个白云有恩 我找到了 在这里 好 所以你看到哪一朵白云有恩 请你把它画上颜色 好 涂上白云的颜色 好 这个有恩 所以金金老师把它画上蓝色 好 这个就是白云 恩 恩 恩 好 还有没有恩呢 好 请小朋友帮忙找找看 还有没有恩 找到了 请你用蜡笔把它画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下一个要请小朋友来听听看 词语里面有没有恩 好 来 我们来看第一个 哇 第一个是小朋友常常看到的 温度计 温度计 温度计是做什么的呢 金金老师 哎呦 发烧了 我们会用温度计来量量看 你有没有发烧 好 这个叫温度计 温度计有没有恩呢 温 恩有温 有恩哦 温度计 好 第二个 这个小朋友看过吗 这个叫针 针 这个针呢就是衣服破掉了 妈咪或爸是不是他们会拿针帮忙缝一缝 这个叫针 针 针 针有没有恩呢 针 有恩哦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哇 这很漂亮 这个叫什么 好 我们上次有讲过 花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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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盆有没有恩呢 花盆有恩哦 好 再来我们来看看下面的 这个是 我们上次才讲过 包子 包子 包子有没有恩呢 所以有恩的词语我们再听听看 温度计有恩 针有恩 花盆有恩 好 有三个恩 好 接下来请小朋友跟我一起念念看 恩恩 恩 恩 分分看 恩 恩 分分看 好 分一分 把东西分给你 把东西分给哥哥姐姐 分分看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注音符号 安 耕 恩 好 小朋友 在你看完了我们的制音的video 请你记得把我们功课拿出来 然后把安 恩把它写完 好吗 好 今天我的功课讲完了 要跟小朋友说 谢谢小朋友